这个卡车式的警车呀 就在那个高低不平的公路上 颠簸的可厉害 结果呢就把这个关于谦 放在这个上衣口袋里的一个半盒香烟 给摇晃出来 两警察一看眼睛都突出来了 完了呢就有一个警察 就跟他做了一个抽烟的手势 然后直指这个关于谦的上衣口袋 他就马上明白了 这是想抽他的烟呗 于是呢他就用那个戴着手铐的手啊 勉强的把这个烟盒呢 从上衣口袋里边给拿出来 就给他们递过去 那个长着满嘴黄牙的那警察啊 就特别快的速度 唰一下就抽走了一个 然后夹在耳朵上 然后又去拿了一支 那他旁边的那个呢 肩上带着一条杠的呢 就瞪了他眼 干脆呀 那一条杠的 把烟盒整个都给抢过去了 关于圈啊就说 那行你们都全拿走吧 这个一刀杠的警察呀 看来是听懂 于是呢就用英语啊 说了一声谢谢 然后呢他就跟那个 黄牙的那个警察 鸡咯咕咕说了好几句 这黄牙就摇摇晃晃的 就站过来了 完了以后呢拿钥匙 把这关于谦的手铐给打开 哎呀我跟你说 我们讲到后边 我就告诉你了 你挣多少钱都没用 你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啊 这个环境中 就是香烟 顶万物 我曾经看过 这个有一个回忆录 就是讲当时这个 东欧 那不是塞尔维亚呀 和那个什么打起来啊 一个是盐 一个是枪 再一个就是香烟 能顶一万种货 你拿它可以去换任何东西 所以呀 哦对对 还有一个就是消烟药 就这么开呀开呀 一直开到了这个都晚上 这关于圈呀 在里边晃悠的呀 也打上瞌睡了 突然一个急刹车 把它给弄醒 一看呢外边 已经是深夜了 就在那个夜幕之下啊 微弱的那个星光下 一看一个高高的一个城堡 尖尖的屋底 哎 储着这个夜空 这个城堡呢 三面就是高高的围墙 这大铁门呢 这时候就冲着它们 打开了 慢慢慢慢慢慢打开了 就跟一个那个大宫殿啊 哇 一下一个大幕拉开了 这个院子里边啊 真的地面一尘不染 四壁呢也都装饰着这个壁画 就这个城堡的大厅里啊 非常的漂亮 大厅内呢光线呢 也非常的柔和 有一个长着呀 就跟那个圣诞老人那样的 有一个那个大胡子 都已经斑白了 穿着一身制服 就是米老头 就把它给迎进去了 看来呢 是这个城堡的老人 就跟那个城堡的老仆人 老管家似的啊 当时关于圈就是 想的都是小时候看的那些 外国小说的那种感觉 这时候大门呢 又徐徐的关上了 直接把给他送来的那俩警察 就给关在门外了 看来呢就是 事先啊都已经沟通好了 也没什么交接仪式啊 什么签个字啊 啥都没有 这白胡子老头呢 就把关于圈给带到了城堡的第二道门 用一个特大的一个铜钥匙啊 把门锁给开开 里边呢 又是有一个穿着制服的 把他给接进去 接进去以后呢 就接着又往里走 又走到了第三道门 又把他交给另外一个穿制服的人 就这么三个段啊 三交三送 城堡那个通道啊 你看着就跟忘不到头似的 越来越深是越来越暗 最后呢 他是终于过了一道小门 来到了一个露天的一个场地 他呢就被带到了一个 就是这个场地左边啊 有一个黑乎乎阴森森的 也是一个高大的房子里边 又是拿了个大铜钥匙 我估计啊 这铜钥匙都是那时候殖民时期 盖的这个城堡留下的这钥匙 这钥匙估计都没换 那时候的东西真的好用 我那时候去青岛就是八大关嘛 他们有那时候过去的老的 好多的别墅 我去的那年呢 还没开始改建的 有好多啊 那个就是临时有人承包了以后 就拿它去租出去当酒店 那时候的那个窗户啊 我真想把那个 他那旁边的别墅啊 就已经开始改造了 全给改成那个白的 塑缸的 还不是铝合金 是塑缸的 把那么好的门窗给卸了 哎呦我当时就想了 还跟人说呢 我说你们这时候什么时候改造啊 你把那个那铜插锁啊什么的 你留给我的 那都是德国的 用了几十年 不坏了 哎呀我就有时候想啊 我们改造这东西啊 真是破坏性 破坏性 哎好 我们接着讲啊 这个 把关键又进了这个小的门了 这里边呢 就是一个铁栅的门 铁栅的门里边啊 那你就看不见了 反正你能看出来有好多啊 一个一个的小铁门组成的那么一个通道 两边全是小铁门 小铁门 小铁门 过来呢 这个气味啊 冲着他 扑面而来 过了好一会儿 他的眼睛才开始慢慢的适应了这个黑暗 哦 才看到啊 这是一个特别小特别小的一个房子 呃 门的对面的那上前的上方呢 有那么一个小窗户 窗户上呢 有那么几个那个铁条 水泥地上就铺着一个和那个地啊 差不多一样颜色的那么一个又脏又那个臭的一个毯子 铁门的左脚上呢 就放着一个呃 就什么坑坑哇哇扁扁的啊 就是那么一个方形的铁桶 这估计就是他的马桶啊 哎呦 他现在可知道了 这就是那个胖警察啊 那胖便衣跟他说的 又安全 又舒适的地方 这帮大骗子 他们把他给关进了一个监狱里 这关于谦可就急了 这到底想把我干嘛呀 他就开始拼命的捶打那个墙 这时候啊 突然听见啊 这墙那边 通通 有那个回应声 一听啊 好像是墙的另一边传过来的 还忽长忽短 有快有慢 极有节奏感 哎呦 他就想了 我也不懂那摩斯密码啊 这是摩斯密码呢 还是说 关在这里的这个犯人 通用的一种什么联络方式啊 好 我们今天 再讲一点吧 要不然的话 这个关于谦 关于在埃及的这个 也就要讲很久 行 我就再说啊 这个关于谦终于呢 就昏昏沉沉的 在那又脏又臭的毯子上边 昏睡过去 一晚上全是噩梦 不是人家打他了吧 就是被批斗了吧 反正就这些 突然呢 结果这个 有一个人出现在他的身边了 这个手里边啊 晃动了一大串的钥匙 哗啦哗啦哗啦响 拿脚啊 踢他 这个 就是让他出去 他呢 就是那时候啊 渴得不行了 他就跟那个人啊 就冲着那背影喊 要水 他已经啊 稀里糊涂了 都不知道自己啊 现在到底是在什么地方 从噩梦中被人给提醒的呀 这时候他才发现 哟 哦 我好像是被关进了一个监狱里了 他还施了一下四周呢 就看见那个 昨天说那个啊 像马桶一样的 那么一个小方筒上面 还有一个蟑螂在那上边爬呢 这个 他的这个牢房的铁门 这时候呢 是虚掩着的 能看出来 那厚度啊 大概得有 三寸 那么厚 铁门的上方呢 就有一个小圆的 那么一个窥尺口 外边呢 这时候呢 传来了 熙熙攘攘的声音啊 说话呀 什么的 于是呢 关于谦也就站起来了 理了理头发 整了整衣服啊 还有他那个领带 然后就把这个铁门推开了 走出去了 一回头呢 一看 哦 他那个牢房上面 写着一个大大的 七字 他自己在想 这个七不知道 在埃及 是不是个幸运的好玩啊 外边啊 这时候你就能看见 有这个来来回回走动的 有穿绿色的 有穿白色的 那种粗步的那个 犯人的那个囚衣 哎 有几个人呢 就停下来 很好奇的看着他 因为在这儿啊 你很少能看到东方人 有的呢 就都开始啊 就开始指指点点 在这交头 交耳 这个说这个笑啊 就开始猜 这时候呢 就突然啊 有一个大概也就 十一二岁的一个小囚犯 从这个人群中呢 就钻了出来 瞪着一双呢 特别好看的大眼睛 嘴巴呀 斑张着 冲着这个关于谦 这关于谦呀 也觉得就跟看见怪物似的 因为他长这么大呀 没见过那个脸上 有那么多毛发的脸 还有那个浓浓密密的胡子 有的人呢 他连那个嘴唇都看不见了 这时候啊 慢慢慢慢的呢 这围观的人也都走散了 只有他呢 愣着 还站在他那个牢门口呢 他呀 一看呢 他可真没想到啊 这个监狱怎么这么大呀 整个这个监狱啊 就像一个 方方正楼 大概有四层楼 就这么一个 像火柴盒似的 从底层呢 你可以一直看到楼顶 每一层都有 有无数无数无数的小铁门 然后呢 被这个铁栅来啊 什么这些那个 钢管啊 什么那个 那个什么 那个 铁网围着 他那个7号呢 是在这个里边的最底层 大概啊 他估算了一下 数了数 就光他这一边 就有30来个门 这时候呢 有一个脸上啊 长着满脸的 那个大胡子的 有一个中年人 就用英语 跟关于谦打招呼 先生你好 哎 他没想到 这儿还能有人会说英语啊 赶紧就说 你好你好 这个人啊 很奇怪 没有穿球服 而是穿了一件 发黄的一个 一种那个 像白的 又不像白的的白衬衫 这个人是谁呀 这时候啊 他就开始摸口袋 哎 居然 他又从他口袋里 摸出来了一包 中国烟 这大概是他在那个上海机场的时候买的 他就递给了那个人一支 哇 那个人啊 高兴啊 把这个烟直接就夹在自个儿耳朵上了 完了呢 他就跟他说 我呀是伊拉克人不是犯人 我呢是因为我的护照啊过了期被关起来 你从哪里来的呀 这个伊拉克人呢讲的那种英语啊 有点那个不伦不类的 所以呢 关于签呢 也没回答他 这伊拉克人啊 接着又说 哎先生 你这间房间不好 你啊 不该住在这儿 你呢 可以住到我的房间来 我那里边啊 有床 而且呢 我可以替你啊 安排一切 咱们俩呢 就住在一起 关于签就问 你住哪儿啊 我住在八号 昨天夜里啊 就是我 跟你敲的墙 我当时还以为 是我那个老相识又回来了呢 说着呀 这个人就把关于签拉到了他的房门口 果然这里边啊 有一张掉了漆的单人的一个铁床 一把椅子 铁床上呢 还铺了一块挺脏的一个白布单子 但是怎么着啊 也比关于签那七号那个 黑不溜秋的那个毯子 那不知道要干净多少倍了 他就觉得很奇怪 说我 我能搬到你的房间里吗 可是这一张床 俩人怎么睡啊 那个人啊 就冲他几眉弄眼的就说 两个人睡也可以 那里就是挤一点 要不然 你要是不习惯 我把床让给你 我搭地铺睡呗 你说这个伊拉克人怎么对关于签 这么好啊 我们下期接着讲 下期见